每日外汇参考的,你会发现其实大家的需求还蛮多的 第一个就是说要提供最好是三年以上的 他有回答,然后另外的话,再第二个问题 他就问说可不可以拜托提供Json格式 而且他还讲为什么 而且他这边有提供 他还特别讲说其实为什么要提供CSV 因为不需要安装特定软体就可以开启 而且你会发现这个是第一,底下他又提一次了 另外的话还有人又提供UT28,反正需求还蛮多的 还有你看,其实我发现 比较会需要Json大部分都是工程师 因为工程师其实还比较喜欢用Json格式 因为他跟Java串接非常简单 直接就可以把它当一个物件 就可以怎么样 可以做资料的窜接 而且甚至工程师还有提到说 因为Json格式是现在的主流 主流的API API其实就是什么,Application Interface 就是跟城市做资料交换的一个界面 不过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当然每个人都有本位主义 什么叫本位主义 他需要这个格式,他就认为那个是主流 对不对 他如果不需要 他如果,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 他其实就希望满足民众的需求 可是民众的需求有很多种 所以我觉得当然你说CSV还是Json好 我是觉得就看人用 需求不同 一般我是觉得,当然CSV我刚刚提过 他简单嘛 因为他只有逗点隔开 Json的话相对复杂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每日 我看这个好像刚刚点击进来 他这个Json有点问题 所以我们再找 我看一下,这个好像也会提供 好像他现在都会提供Json 我点开这个看看 这个会不会是正常的 这个也是不正常 所以他这个虽然有提供 但是好像不是很正确 那哪个比较正确 我刚刚看了一下 你们可以找那个行政院环保署的PN2.5 或者你在开放资料里面打PN2.5 也会找得到 那这边的话就是 他公布就是PN2.5 其实PN2.5就是什么? 气旋浮微粒的资料 那也就是小于那个什么 2.5好像是什么 就是百万分之米 有没有,就是微米 那也意思是说那个 它的颗粒非常小 那这边有相关资料 那空气里面呢 到底哪哪些地方的PN2.5 这个资料 比较多,比较少 那它这边提供了几个 几个栏位 你会发现它总共有 1,2,3,4,5个栏位 那这个五个栏位里面的话 它分成两个格式给我们 那假如说我今天 当然呢 你比较简单是用那个CSV 所以我是建议你可以先点开CSV看一下 我把那个CSV打开一下 那如果是UTX8可能是乱码 没错 乱码 所以呢 一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怎么样 先按右键 先把它编辑 用那个记事本开一下 那大家如果要避免Excel乱码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转成AMSI 把它存档一下 那你在用这个Excel开的话 理论上就不会是乱码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它提供了五个栏位 那五个栏位分别就是什么 这样看比较清楚 有没有 第一个就是Sight应该是它的监测站在哪里 那也就是说呢 全台湾有几个监控站 108个 108个 跟水浮站一样 108条好汉 然后位置在哪里 那你会发现 这边的话 嗯 分别在什么 高雄 然后新北 新北好像特别多 台北两个 那当然 各地都有 那P2.5的数据 然后单位的话 当然就是 应该是百万分尾米 OK 然后监测到的这个数据是什么时间 那也就是说 今天的七点钟的这个数据 那可以看得到 这个大家你可以排序一下 偏2.5 按资料里面的Z到A 哪里空气最差呢 其实可以看得出 潮桌有没有 测站最多是四十四 那哪里空气最好呢 坎错向下 诶 台北市 他那个 单位 这个数据 诶 阳明测站测到最好 再来台东 所以理论上 不过蛮奇妙的 屏东为什么 恒春就是只有这么低 然后呢 潮州却是这么高 诶 那不是距离很近吗 还是说有隔一座三还是怎么样 不知道 反正这个测站的资料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这个是CSV的格式 那另外的话 请各位看一下 就是那个什么 Jason的格式 你几个方法 你点这个Jason 他会弹出来 我印象中他不会下载 他会另外开一个网页 然后呢 把那个Jason 直接就载到这边来 那你可以看到 哇 这个格式 那这个就是Jason OK 当然呢 如果你是工程师 你可能一下就看得懂 但是如果你是一般人 你光看到这个 就头晕了 哇 什么资料 有没有好像天书一样 那跟各位讲 如果要看这个资料 有几个重点 请你第一个 Ctrl加好了 放大一下 不然这太小 请你观察什么呢 首先 他的第一个字 是什么符号 通常 如果是Jason 通常应该是大瓜符 所以有大瓜符开头的话 那就会有大瓜符结尾 所以他有头油尾 那这个的话就是Jason 标准Jason格式 OK 不过也有一种可能 他也许是中瓜符 中瓜符的话呢 特别水哦 那他就是类似像Python里面的字串 有没有 你看一下嘛 中瓜符嘛 我们不是 字串不是中瓜符吗 那前面我们有讲到有没有 那个有一个形态叫字典 字典Dictionary有没有 那我就跳过 为什么没讲 因为其实来讲Jason的时候就比较清楚 为什么 因为比较看得到 不然有些东西看不到 但讲理论太抽象了 直接讲你就讲 反正字典就是Jason 如果Jason格式 你要直接丢到Python的话 那因为刚好有一个形态叫字典 你就用字典 就把Jason丢到字典就OK了 因为两个虽然名称不一样 但实际上它的架构一模一样 那也就是说 字典一定是大瓜符开头 大瓜符结尾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它的架构一定是key value 那什么叫key value key的话呢 就是 冒号前面这个东西叫key 后面的资料叫value 然后呢 它会有key 一个value key有点像是它的 怎么讲 它的栏位名称吧 里面放的资料 豆典换下一个 这个是它的key 它的value 豆典 key value 豆典 有没有 所以它一定是一对的 有key有value 所以一定key跟value 一对 那中间加豆典 那串列是怎么样 串列是中瓜五 有没有 一个资料 豆典一个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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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这样的 可是哦 如果是字典的话是大瓜符 有没有 那大瓜符的话 特别是哦 它的架构变成说 跟 其实跟这个串列也有点像 只是它的差别在哪里 这边是key 冒号 后面加value 然后豆典 下一个的话一样也是key 冒号 value 豆典 有没有 是一对的啦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的资料在哪里 其实哦 你会发现 这个光看哦 哇 真的很复杂 我们的资料 我们要的资料在哪里 其实我们要的资料在这里 在recall 有没有 recall是它的key 有没有 它的key key 我们的value在哪里 value在冒号后面这里 那也就是说呢 我的value 它是一个什么 中瓜符哦 所以呢 我们要的资料 是在一个key 名称叫recall 里面 然后呢 我们要的value 就在那后面 所以其实我只要把什么 把 这个key 抓出来 然后指向它的value 我们就可以取得我要的资料了 那取得回来的东西哦 因为是中瓜符 所以呢 必须把它放在串列里面 OK 大概是这样 这个串列里面很神奇的 串列里面又有什么 又有大瓜符 哇 所以其实哦 你又要必须把串列 接了之后 然后再去解析它里面的什么 大 中瓜 这个大瓜符 就是字典 所以哇 你说这个会简单吗 所以很多人我光看到这个应该都头晕的啦 OK 但是你可能慢慢习惯 所以确诊格式 难度应该比那个什么 那个CSV 应该向上提升的 我看好几个难度 所以刚刚那个上面的留言 不晓得是它是什么 它是本身就很高手还是什么 就是觉得 当然有时候你接程式的时候其实是相当方便啦 可是对一般人来说 那简直是复杂的东西 OK 那怎么去抓 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你想说 哇 老师这个观察这个Jack & Jason 好麻烦喔 那有没有什么简单一点的方法 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我在云端白板上面 我有特别 帮各位找了一个简单的工具吧 这个工具 你往下卷动吧 这边的话有个Jason 在这边侧站这里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抓的 其实喔 如果程式如果会写的话 就是这一段 在第15页这里 其实这一段就是我已经写好的 你把它开一个新的module 然后呢 把它直接贴上之后run 你会发现喔 我们刚刚的资料全部都抓下来了 有没有 全部都已经抓下来了 但问题要怎么抓 这个才是重点 OK 所以呢 后面的Jason格式 第一个你要知道它的架构 第二个分析 再来就是针对它的架构 分析完之后 那我们按照它的那个架构逻辑 我们把对应的程式写出来 就可以把我们要的资料爬出来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请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先看一下那个PN2.5的这个资料 里面的那个Jason 这个结构了 然后再来的话 如果你要分析这个档案 我是建议呢 我这边有找到一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用的工具 在云丹白板的第16页 有一个叫做格式化工具这边 这个是针对什么 针对Jason格式 它有一个叫做Jason Edit Online 那Editor就是编辑器 那这个编辑器我觉得它好用的地方是怎么样 它可以很快的帮你把那个像刚刚这个Jason 这个格式 你根本不知道头在哪里尾巴在哪里 那我常用它就是把它Ctrl A Ctrl C 把这个资料呢再贴到这个Edit里面 Ctrl V OK 那Ctrl V 之后的话 我把旧的删掉 全选贴上 那再来的话 我是觉得这个好处就是说 它里面有一个叫做Formator的功能 它这个Formator就是说 本来乱乱的这个资料 你如果经过Formator之后 它会帮你做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帮你把它做成有结构性的资料排列 也就是说不会全部接在一起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前面一定是Key 后面是Value KeyValue KeyValue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资料基本上 就是放在 这个是Fill Fill的栏位 那我们的资料应该在底下 它这边还有一个 其实前面它好像是介绍 相关的那个资料讯息 所以上面的部分 基本上那个Key 其实是不需要的 我们需要的在这里 叫Recourse OK 然后要抓后面的东西 所以请各位 也许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把那个Jackson格式的架构呢 先大概看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来说一下 那针对那个PN2.5的资料 我要怎么样把它爬下来 OK 试试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